周杰倫才在爸爸节 站在和昆凌英文名字缩写的墙前 抱着爱女小周周大炫富爱 可惜当时小周周只有被面罩 一直把小周周保护得密不通风 昆凌终于是在微博公布了 小周周的正面罩 亲爱的海瑟薇 你快满一百天咯 爸爸妈咪很开心的 看你一天一天长大 谢谢你来 让我们的生命 多一份情感 多一份责任 这阵累的时期是老婆比较累 累的因为 就是当你自己有小孩之后 才真的觉得妈妈的真的很伟大 所以要多听妈妈的话 老实说跟我真的还蛮像我 对 网友看到照片之后 纷纷留言 好长的睫毛啊 简直逆天了 看到睫毛松了口气 小公主的眼睛应该像大嫂 眼睛不要像周杰倫就好 长得要像妈妈 才华的话可以像爸爸 网友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重点摆在小周周长长的睫毛 像极了妈妈昆凌 微博上昆凌也不时晒出照顾女儿的照片 还特地秀出上面印有脚丫印的礼盒 并说谢谢这几个月来大家送的礼物 接下来将回送女儿白日礼 杰倫她 其实我觉得她应该也是希望宝宝健康就好 然后把她一个一个慢慢来嘛 对于宝贝女儿充满疼爱 周杰倫昆凌神进展 一月在英国办婚礼 七月女儿就诞生了 而周杰倫也坦承自己很想再生一个儿子 期盼小杰倫可以赶快到来 记者黄云文成家好 台北报道